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疫情关闭国境将近三年半之后开放国门 迎接俄罗斯军方高层来访 也显示出两国关系紧密 不只俄罗斯出动军方高层访问 大陆也派出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率团访问北韩 根据韩联社报导27号李鸿忠率领的代表团 将出席在平壤举办的战胜节阅兵式 同时还会会见金正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对朝鲜的访问 中联部已经发布了消息 中国和朝鲜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两党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的传统 今年是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 中方应邀派高级别代表团访朝 并出席相关的纪念活动 北韩欢庆战胜节主国上下呈现欢庆氛围 民众在韩战纪念碑前献花鞠躬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更是时隔13天再度公开露面 分别参业参战烈士墓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林园 向毛泽东战死的长子毛岸英献花 而官方重头戏将是27号举行的大规模阅兵典礼庆祝活动 美韩情报当局现在更侦测到 北韩连日在平壤针对深夜阅兵进行彩排 届时展示的飞弹型号也将成为焦点 继美国战略核潜舰肯塔基号21号 从釜山港离开之后短短三天 美国又派出核潜舰安娜波利斯号 二度停靠南韩港口济州岛 也让北韩气炸过去一周三度发射飞弹表达抗议 美日韩军演频频 剑指中俄北韩意味浓厚 另外中俄也举行军演和美日韩对抗 东北亚俨然成为两大阵营对抗 只是美国和北韩关系冰冻之下 如何营救遭到北韩拘禁的美国大兵 让拜登政府相当头痛 记得六子余综合报道 上次核潜舰安娜� 记得加抗许赫里寺 散舞台 前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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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